看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Fanasha Chow 的YouTube 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马上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7日 星期五 今天照片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热话 今天有很多事要讲 要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想讲一讲 法改委池内的改正 开始就会检讨所有成文的法例 研究换走女皇陛下 或者联合皇国 这些殖民地的字眼 第二件事想讲一下 移民到英国的皇友 不甘寂寞 去到英国都不停地搞些 真是很好笑又没有意义的事 希望想搞乱香港 话说有张poster出了 将会在下个月6月12日 在曼城举行一个黄膳聚会 遥渠地示威 也挺好笑的 跟大家笑一下 周末之前 第三宗 这宗有些估计不了的 第三宗就是 出名的黄店 Chicky Duck的老板周小龙 竟然昨天被人发现 离开香港 在机场当场被记者捉住 帮他咪 他当然是死口说不是走路 还说他一定会回香港 是去旅行去美国 那我们就放长双眼 看看他什么时候回来 今年就是香港回归25年 25年就是四分一世纪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早就和国家接轨了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特别行政区 但是事实就不是这样 在戾籍思维下 一些崇尚英国 缅怀英智时期的人 一直产生一些反中仇中的情绪 将一些英国遗留的事物 就当是补 相反抗拒中国的所有一切 包括文化、教育、法律 甚至是中国人的身份 他们是真的非常之不肯去认同的 这种由戾籍演变出仇中的情绪 其实只要有一个引发点 就随时会爆发出来的 2019年反修例的事件 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 戾籍情怀是怎么形成的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 港英政府对华人绝对不可以坏 香港人受惯了不平等的对待 去到1967年之后 对华人政策才开始有改善 本来是负数的 后来变成零 令人觉得好像是一件好事 所以部分人就开始感觉到 港英政府是一个好政府 去到80年代 全球经济起飞 香港自然就受惠 如刺拌饭的日子 令那些人觉得 其实当时就是 港英政府带给他们的美好 去到97年 香港的楼市股市 在升到一个前所未有 未见过的高峰 这个回归的时刻 市民对经济和政治的期望 是一直不停地攀升的 但是好景不尝 98年的金融风暴 令到不少港人的物业 成为了负资产 身家就大缩水 他们将这些外在的因素 就推到去 特区政府管治不力之上 这种不满 就令到戀籍的情绪 不断地上升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很多英国遗留下来的 不合时的东西 都好像应该作出修改 例如法例上 保留不少英式的字眼 好像女皇陛下 或者联合皇国等等 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呢 可能是因为有人 觉得不用急 甚至有人觉得不需要改 这些想法完全是错的 其实当主权移交那一刻开始 即是25年前 就应该再不保留这些英字 时期尊有的字眼 偏偏这些戀籍的人 就无处不在 大家都知道了 公务员团队是一个重灾区 令到去职工作一拖再拖 记得早两天我们也有说过 有位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督策 在他的宣誓声明书的签署栏上 三次写一张 天日超超四个字 用这种行为去抗拒效忠政府和国家 近日法律改革委员会 亦开始检讨所有成文法例 研究去换走这些类似的字眼 刚刚在过去的星期一 5月23日 就有几位建制派议员 就在立法会的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上面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说政府始终做这件事 迟到好过没到 他们就赞成尽快和定期向立法会回报 是的 我们永远都是那句 迟到好过没到 但是迟了25年 你说是不是迟得很离谱 除了改革法律字眼 香港警队亦都在今年的7月21日 开始就会改用中式暴操 和改用中文去敬礼 以前的yes sir sorry sir 那些就会改了 不过怎样改呢 我们到时警队都会出来说 看看萧sir到时怎么说 一哥怎么说 其实在去年的2月 香港警察已经开始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成员 学习了中式暴操 到今年再配合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 正式全面去改用 用行动告诉人 香港要彻底清除殖民地的色彩 去殖工作绝对是必须和要快 不要再被一些戀籍友 影响香港和国家融合的进度 我们转个话题 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很多政棍都走上着草的道路上 离开香港 而一些不喜欢中国的黄人 亦都选择移民 移居 去外国 英国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地点 但这些人走了之后 死心不惜地 都是想搞乱香港 英国搞了很多笑死人的歧视 要他去搗乱香港 成不成功 大家去看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2021年的8月 网上流传了一张图片 那些英国有 他们在英国的皮加地利维 搭了一个假的太子站出来 去悼念831事件 所谓死人的事情 真的好笑 因为我们现在 在内地的今日头条 我们都开始有些观众 如果内地的朋友 有可能不熟悉831发生什么事 当年2019年的831 封传到今天都是 都是说831在地铁站里 是死过人的 但其实从来是没有找过 从来没有死者 报失过 说有人不见了个家人 是有人死过的 这些全部是谣传的 所以证实不了的事情 去到去年的8月 英国皇友就在英国 建了个假的地铁站出来 悼念这些没有死过人的 831死者 较早前警方就拘捕了 五名612基金信托人 包括陈日军、许宝强、何韵斯、 吴靄宜、何修兰 以及基金秘书施承威 在英国的皇友自然不甘寂寞 怎样都要搞一场大龙凤 去给那些手足看 他们就出了一张post 他们就在6月12日 将会在曼城聖彼得广场 搞一个名为612再聚 黄山为盟的集会 老实说 大家都觉得是挺好笑的 在香港的人觉得 这件事也挺好笑的 因为其实他们是否觉得 搞一个这样的聚会 其实他们是想曬冷 告诉政府有多少人 有多少皇友移民到英国 还是他们真心觉得 搞一个这样的聚会 是可以搞乱到香港 真是不知道意义是什么 不过不要紧 我们觉得他们只是 自己满足一下自己 黄人走老已经是一个常态 昨天黄店Chicky Duck老板 周小龙夫妇 在机场被发现坐飞机 先去新加坡 再转机去美国 被人发现了 周小龙当然说自己不是走老 他说我只是去放假 然后再在美国、英国、加拿大 找一些商机 说一定会回香港 信不信?我信 我信他会回香港 不过是二十年?二十五年? 因为他今年五十八 三十年后八十八 我想不知道 讲笑 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 其实有多少人是因为犯法而被捕 但是周小龙仍然是不懂死 大家可能不懂周小龙 周小龙是一间童庄的老板 叫Chicky Duck 那为什么一个卖童庄的人 会那么出名呢? 其实周小龙在黑暴期间 非常高调、公然表态、撑暴 多次在自己的店铺里面 你记住他是卖童庄的 他多次在店铺里面 摆放一些暴徒像 很大的 好像人那样大的 目的就是去宣扬黑暴信息 还有大量涉及撑暴、线暴 以及港独色彩的旗和标语 都是在他的店铺里面 可以买到的 Chicky Duck在荃湾遇景新城 屯门市广场 沙田新城市广场是有分店的 这三间店铺都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摆了一些违法的人账 被业主入品法院 就指他违反租药 要他在限期移除 前年即2020年9月26日 尖沙坠K11的业主 亦都入品法院 要求Chicky Duck 去移除店里面的黑暴物品 去到去年2021年的5月 警方国安署人员曾经突击搜查 荃湾响城街Chicky Duck的 艺术生活百货 在拍摄搜查证 大概一个小时后 除了警告周小龙 不要再摆放一些 触犯香港国安法的物品外 他们也说他们会保留起诉的权利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选择 现在去旅行 为什么突然间要选择 去美国、英国、加拿大 有没有商机呢 都不是的 因为他可能见那么多人 黄市场已经移到外国了 觉得去到外国 那些黄妈妈、黄爸爸 就会去一些童装店 光顺他去买衣服? 真是不知道了 其实国安法生效之后 你都见得到 他在尖沙咀 他自己的店铺继续摆像 去到去年的渣打马拉松 周小龙都印了一批 香港加油字眼的烫章 去免费给一些跑手 还很囂張地说 不觉得香港加油 是踩到红线的 真的不觉得 那就不会突然之间 被人昨天发现在机场 不过怎样都好 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都是那句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